手機 大家好我是簡安哥 不要簡單做菜 讓你受歡迎了 很簡單 來之前 簡安哥有做過一道超醫藥理 金沙皮帶干貝 非常的受歡迎啦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 我們在下方留言講一個說 干貝到底要怎麼煎才會好吃 想吃到干貝的甜味與鮮度啊 時間就是關鍵 畢竟啊這個生食級干貝啊 它算是非常貴的一個食材 所以我們不要隨便可浪費它 今天就教你更簡單的調味方式 來做我們的這一道 來你們還有喜歡什麼干貝要有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知道 來這邊看完之前 YouTube按讚訂閱跟分享 開始小江本專家能夠愛情 還有臉書起來跟大家 然後簡直小江小大學也要去加入 還有我們的簡單跟的官方LINE 也成立了 趕快記得去加入 每一個按照留言分享 大家其實都是我排名其他動力 列出 來首先我們先熱個鍋 來我們先把干貝啊 就是你退冰之後 把它水啊 先吸不乾 能吸多乾啊 就盡量吸多乾 大家吸乾之後 來我們加點這個海鹽 然後黑胡椒 來 OK 這時候我們下油 來你煎這個干貝啊 我們就是油溫 盡量讓它高 越高越好 好就是讓它熱 鍋子讓它熱 鍋子讓它熱 來干貝開始下 你一定要到火去煎這個干貝 因為它這樣子 才能鎖住它裡煎干貝的原汁 大概下去 你鍋子讓它熱了 大概15秒左右 你就差不多可以依序來翻它了 來 兩面金黃 來 我們就可以起來了 就是靠 剩下它的油溫 讓它熟 來 對我生食干貝啊 我是覺得 這是大概煎5分熟 最剛好 最好吃 來我們關火 來我們開火 讓它熱鍋一下 來我們準備個奶油 來奶油來 等一下奶油 來來擦一下番茄 來我們干貝 這個我們就是直接一下 這個我們就是直接一下 來個奶豆檸檬汁 來糖 下點蒜泥 來再來下點鹽巴 來黑胡椒 來然後我們加一點點水 來差不多了 稍微的炒一下 來我們關火 好這時候我們再準備擺上我們的酥菜 還有我們削一點檸檬皮 擺盤完之後 我們的香煎干貝就完成 哇 簡單丟的是吃 哇 可以來吃我們的生食雞干貝了 金黃酥脆的外衣 飄上著微微的奶油香 咬下流露出雪白的樣貌 柔嫩的口感觸動了神經 鮮甜味擴散住我的口中 微酸的檸檬汁 梳醒了舌尖 讓我不禁的感嘆著 感謝大海的愧陣啊 簡單個小知識 干貝去除水分的重要性 干貝解凍後 下鍋前 一定要將其水分吸乾 避免油爆的情形發生 也才能煎出酥脆的外皮 如果干貝水分含量太高 會導致慢熟 時間過久 會變硬喔 口感就自然變得不佳